同学们 跟大家说一件事啊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从今天开始呢 咱们学校的校规 由学霸来决定 啊 由我来决定啊 没错 以后都是小夕说的算了啊 为什么老师 之前的校规不是挺好的吗 就是呀 怎么书变就变了呀 那没办法 是校长说的 小夕 你上来制定一下校规吧 我走了啊 好的老师 咳咳咳咳 首先呢 我要感谢一下校长对我的信任 然后呢 再感谢一下同学们的配合哈 好了 我公布一下新小规第一条 以后的音乐课 体育课 美术课 反备 反备 通通取消 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这些课程耽误你们学习 那难道以后 我们就只能上主课了吗 怎么做到劳力结合呀 那我可不管 以后你们以主课学习为重 第二条 每天上课至少要上二十五个小时 咦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怎么上课上到二十五个小时啊 因为我有时光沙漏呀 每天都可以多出来一个小时 那这二十五个小时怎么安排呀 语书外各上八个小时 多出来的这一个小时考试 太高度了 难道我们不用休息吗 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不用玩耍的吗 不需要 因为我给大家设计了一款机器人内心 植入身体后就会无休止的学习 一点都不会觉得累 就算不会累 但是人必须要吃饭嘛 就是人甜半日刚一顿不是饿的吗 别着急呀 我还发明了营养粉 营养粉 又是我东西啊 我把它喷在空气中 你们只需要呼吸 就会自动填饱肚子 哇 这么神奇 都不用吃饭了 对呀 这个呀 还是可乐味的呢 小龟最后一条 以后的所有课外活动 全都改做奥数题 奥数题 没错 这些就是我为你们准备一次的量 只要做完这些题 就可以休息一下哦 我们抗议 抗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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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小龟可是由我来决定的 你们抗议无效 谁在抗议 作业翻倍 别怕这些小龟也太恐怖了 你们会喜欢这种小龟吗 喜欢的抗议 不喜欢的抗二